影響的已經不是只有華航本身 我們的消費者 還有華航的信譽 還有這些機師 他的勞工權益 全部都受損了 所以蔡文維總統 這三句話其實講得很好 那也是代表現在的問題 互利三贏 那代表現在是三輸 所以他講這樣的話 那我覺得在這個整個事件裡面 其實民眾很自然而然 會想到說 今天如果不是華航 是其他公司的時候 那政府是不是也應該站出來 那即便是華航 他有所謂的政府的關股在裡面 那政府是不是更應該站出來 應該更應該嘛 更應該站出來 因為如果他沒有關股的時候 其實你都應該站出來 尤其這一種會影響到 大家的這個運輸 公共交通運輸的 這種特性的行業 政府他一定要站出來的 可是剛剛主持人也提到了 我們沒有看到 逃動部發表任何的談話 明顯的角色 完全都沒有看到 即便有也非常的歇尾 然後呢 更重要的是大家去比較說 三年前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華航 那時候我們政府高層是 哇 霹靂手段 馬上就出來 一天結束 當初林權馬上換掉那個董事長 然後換掉那個 然後讓這個何環宣上來 所以今天到現在為止 我們沒有看到行政院的高層 頂多是交通部的次長 去幫忙搭一個平台 協助這個協商 提供一個會議室 對 然後從頭到尾都出來講 很遺憾又破裂了又破裂了 然後呢 束手無策 這個是大家會拿來比較 為什麼三年前你的態度是 是那樣子 然後三年後的態度變這樣子 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是因為三年前 你非常容易把責任推給前朝 三年後發覺不對啊 這我自己派任的人 我也不曉得推給誰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第一個 讓大家覺得很不解的一個地方